在宜兰这边其实从昨天开始就风墙雨大了甚至部分地区下游河水暴涨 有一辆县府的公务车在巡视罗东西工地的时刻 一不小心被冲入了河道 洪水几乎淹没了整辆车子 另外山洪爆发造成山区道路严重积水 台七线和台八线已经封闭了 大同乡田谷尔桥也因为洪水漫过了桥密而宣告封闭 民众要流行 关闻洪流几乎淹没了这辆修旅车画面触目惊心 受到中台苏拉外围环流的影响 一栏山区强降雨造成了下游河川水危暴涨 县府公共造产的谢信员工上午驾驶车辆巡视罗东西工地时 在临时变道不小心被暴涨的溪水冲进了河道里 责心驾驶平安突困 不过他坚持要等待怪手前来救援泡水车子 不愿意离开河川上 警校人员担心降雨随时会加速吸水的暴涨 在桥上不断地用手机劝说驾驶赶快离开沙洲 你不要烦恼 你说简单我们烦恼才不会死 经过了警校人员的苦劝 他才搭上另外一辆传动车离开了河川 一旦山区因为大雨造成山洪爆发 大量雨水喧息而下 若时探方不断多处严重积水 紧急调派小山猫来输郡 等多久啊 我等昨天 等到现在啊 一早就过不去了 山区处处可见临时冒出来的瀑布 和四处窜流的洪水 民众担心会淹大水 自行拿着工具尝试挖出一个水道来 我知道谁在啊 雨很大 雨很大啊 公路总值已经封闭了台七甲线 和台八线的天翔路段 另外宜兰县大同乡填古尔桥 因为水面已经淹到了桥上 宣布暂时封闭 民众要改走其他道路